这是贵州深山的一个5H古镇 叫做镇元古镇 也被称为最有市井气息的一个古镇 因为这里住的人呢非常之多 而且呢仅仅是一个深山里的古镇呢 却十分的繁华 古镇的母亲河像天空之境一样 这个河呢叫做五阳河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200年间的古潮呢 就在这个古潮里也是镇镇之宝 跟随我的镜头来解密吧 这是贵州镇元古镇的一个老宅啊 这个老宅的主人呢姓傅 其实啊如果你导航的话 这里是什么呢 镇元标局富家大学 让我想到了林平之啊 小江湖里面的 其实跟那个是毫无关系的 人这个姓傅的呢 这家主人呢也是 也是创立这个镇元标局的人 我们先来说这个门啊 这个门是非常的特别啊 这个门啊歪门斜道看到没有 跟主干道不在一根道上 这个歪门斜道啊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其实它这个歪门斜道啊 非常的复杂啊 看上面的四个字写的什么 风堂沼泽 风呢应该就是赏赐 堂的是一个计量单位 相当于就是一块地一亩地 沼泽呢就是招来好运 这里面呢有一桩非常珍贵的床啊 据说呢能换北京的一套四喉院 我们去看看价值是一个亿 而这个老宅呢也很特别啊 从来没有翻修过的一个老宅 原汁原味的 它这个歪门啊 我们走进来的话 还有一个讲究啊 它就开在东南角 为什么开在东南角呢 这个是经过风水式指点的啊 这边有个八卦 这个呢就叫做乾坤卦 下面有请咱们这个富家的后人呢 给讲一下这个门啊 其实这个门还有个讲究 上宽下窄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它的说法呢就是不垂直 你看它这里还退进了三分 对对对对 还有呢它上面的这个这个石头 比较突出来看到没有 下面这个门吞石呢 它也是突出去的 对对对突出去的 又退进了三分 那么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 它是用来提醒它的后人们 就是说在做事情的时候啊 就是上火让天下火让地 中间这个地方要让出三根和气 做生意是吧 对而且呢 它也就是告诉它的后人呢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一味的辞退上 人的那个善良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否则的话就是人善被人欺 对对对对对 这个意思 好高深的道理 咱们再来说这个歪门邪道 我听说这边的歪门邪道 跟我们所知的不一样 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歪门邪道 它仅仅是指的一种风水 这个歪门邪道 听说它有尊卑之分是吗 对对对 也就是这个歪门 指的是这边这条道是吗 这条道指的是邪道 邪道 这叫邪道 对 但是这个邪道的邪呢 它是倾斜的邪 它不是邪不押正的那个邪 对对对 不是他的邪 这个邪 那这个道有什么讲究 是什么人才能走这个道呢 在两百多年前呢 就比如就像那些仆人丫鬟 还有命不好的女人 进了这个歪门之后 低着头沿着墙角 走着一条路 对对对对 像姨太太们走哪边呢 对对对 这是正道是吧 这是姨太太主人正房所走的是吧 八般贵人进入外门之后 所走的一条路 对我看这个台阶 为什么上面那截只有半截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一共是用了八不半 八不半 八不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八不半呢就是说 比皇帝只矮半步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截 又去 那就代表皇帝了 对对对对 因为附加主上是在朝廷当官的 对对对 还做的不小 对 如果是用九的话 那就犯上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有这么个意思 不触犯九五至尊 是吧 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家这块扁是特别有名的 听说是黄金的什么 镂金的什么 镂金的 镂金的 就是表面涂了一层黄金是吧 对对对 这是个梁毕名加什么 这个毕字为什么中间是个饼呢 因为这是一个一体字 一体字 也就是说这个字 现在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 查不出来的 对对对 这是个 就类似于那种人造字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梁就是好的意思 梁就是好 壁就是辅佐的意思吧 OKOKOK 谢谢你啊 咱们现在进你们房间 这个大院里面 咱们看看这个你们的镇宅之宝啊 听说有好几个镇宅之宝了 好 那现在我就先带你看一张蓝木床 最后我们再来看金色蓝木床啊 OKOK 它是两种物材的 好的好的 哇 在这个侧屋里 这个是东乡房 东乡房 东乡房是谁住的 古代世界东为大嘛 这是长治和长治的婚子 哦对 正房应该是主人家住的 或者老人住的是吧 对 好 这张床呢 就是刚才向你提到的蓝木床 蓝木是吧 对 金丝蓝木是吧 你看 就这个蓝 有个木质房 哦对对对 小的了 非常珍贵的啊 蓝木是蓝木 金丝蓝是金丝蓝 很多人都把它混淆 哦 这还不一样 不一样的 哦 所以很多人呢 听到蓝木都以为是金丝蓝木 对对对 我们都不分的 我也不懂的 这个 不是的 它是两种物材 对对对 这张蓝木床呢 很多游客也看 感觉啊 反光 都以为是金丝蓝 不是 它是因为上面流了黄金 所以才反光的 哦 对对对对 对啊 而且这个床的工艺呢 也比较复杂 它是双层镂空雕 对对对 你看 中间这些牌 它用一块蓝木 雕刻了两层花纹 内外各一层 哪一块 我看哪一块 中间这些牌过去 哦 这一排过去 你看 你仔细看一下 它里面雕刻一层 外面又雕了一层 对对对 意思就是双面的 是吧 双面雕 是这么意思 对对对 OKOK 明白 你看 像下面这一层 雕了一层嘛 这个就叫透雕 这个只有一层 一层就只 仅有正面 没有反面对吧 对对 而且呢 它这里面啊 还掉了很多的一些 吉祥物 都是成双成对的 因为是夫妻床 对对对 夫妻床它都要成双 对 皮羞 皮羞 是一对 你看 一对对 还有凤凰 有一对 凤凰一对 还有这个鹿 它有一对 鹿 嗯 还有这个 福鹿受洗 是不是都有 你看这个 喜鹊 喜鹊 祈宁 都掉在里面 哇 好复杂呀 嗯 这个听说是几个工匠 雕了七年来着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哦 这个意思 这个不是那个价值 一个亿的床 不是不是 哇 那这个价值多少钱 这个呢 呃 评估价是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 就是这张床 我看也很复杂 这不是一般工匠 可以雕出来 这太复杂了 这个里面 这个床呢 它最值钱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白色的这两颗 我看 嗯 这什么呢 玻璃嘛 这是两颗玻璃 为什么这个玻璃值钱呢 因为两百多年前 我们国家还产不出来啊 哦 玻璃属于工业化嘛 对对对对 附加化中间去法国进口的 哎呀 这又是不是就那个法国那个 什么那个阿尔卑 什么小镇了 那个 法国玻璃 但现在就不值钱了啊 对对对 那会儿是进口的 这个工艺应该是失传了 现在已经 没有 这个工艺现在还做得出来 哦 对 这个还没有失传 哎 OK OK 这个大压到底有多大 现在 现在一共就有三百多个瓶吧 哦 院子看起来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东西非常的值钱 是吧 哎对 而且我们比较完好 嗯 出发 咱们现在找那张庄 那个什么 那我另外一个房 在外面 在外面啊 哎 这里呢 就是刚才你说说的那个神坎那个地方 咱们先去看神坎啊 这个神坎是苗祖的神坎 听说这个也特别的值钱 在这个正前 是吗 嗯 哇 这还有 这以前是属于堂屋吗 不是 这里是属于餐厅 餐厅 餐厅怎么设在正庭呢 真搞不明白 因为呢 他这个餐厅那时候的人呢 也是有讲究的 嗯 他设在最高处 第一个讲究卫生 哦 还有一个呢 他设在这个主要建筑的最后面 为什么呢 隐蔽 为什么要搞到隐蔽的地方 因为古代啊 怕别人偷毒嘛 怕别人什么 偷毒 哦 对 还有这个讲究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精神已经太厉害了 所以后面来 别人要想来偷毒的话 那就不容易了嘛 对对对 好 这一张呢 这个呢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神坎 哦 这居然是个神坎 我以为这是个柜子 这个神坎 为何会摆到这个地方来呢 最早的时候是放在堂屋 那个地方的 哦 后来呢 破四旧的时候 以为红卫兵要进来砸嘛 哦 对 一家人把它抬到这个地方 藏到这里 哦 就一直没有移动了 现在就更不敢移动 为什么呢 因为年纪太久了 怕散了架是吧 对 对 你看下面都已经熟掉了 对对对 这非常珍贵的 我看这个东西是相当复杂的工艺 这个神坎呢 它是按照我们当地的苗族风格 打造的一个神坎 对 所以它的整个造型像一只蝴蝶 对 展翅的蝴蝶是吧 因为蝴蝶它是苗族的图腾 对对对 所以它就按照苗族风格打造这个神坎 上面这些雕刻呢 也全都是杜的老黄金 哦 这应该是八仙吧 对对对 八仙为什么都签一个童子呢 这什么意思了 这个就是童子就是接班人的意思 哦 它也是用来告诉后人们 连神仙它都有接班人 何况一个凡人呢 对对对对 在中间是 这是兽星吗 这个是财神 财神这是兽星 对对对 然后呢 中间呢 这是什么呢 中间这个呢 就是家里面呢 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就是将相和嘛 哦 将相和 这是说的一个故事 明白了 对就是 连坡跟令向如 对 这个我知道 下和万事兴嘛 下面是牛头 对 这两个牛角 这牛头应该是跟吃游有关 是吧 对 这牛角 牛主的祖先嘛 OK 这个咱们就 这个木扁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木扁太复杂了 讲起来 咱们现在再折一下 这个天井 听说是个铜钱天井 是怎么个天井 它这个天井呢 是属于一个灰派建筑 看不出来铜钱呀 我看外面介绍的铜钱 铜钱指的是这一个 指的是这个 铜钱地的 对对对 铜钱 铜钱 这居然是个地漏哦 对 这能漏下去水吗 这个 它以前可以漏 后来呢 刺住了是吧 后来堵住了 哎呀 真是古老的工艺 咱们现在呢 又来到了这个前厅啊 前厅来看一下这个 最值钱的床 哇 哇 玻璃罩子罩子呢 哇 能录得很清楚还是 这个床呢 才是真正的金丝栏木床 金丝栏木床 对 现在评估价是一个亿人民币 它这么值钱的主要原因 除了它的木材珍贵之外 最主要就是工艺四川了 对对对 这个是五层漏空雕金丝栏木床 刚才那张子是双层漏空 这个是五层漏空的 我来想一下这个五层漏空什么意思 就是立体的五层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个样的五层是吧 哇 这个工艺我从来没有见过 全国独一无二的 全国独一无二是吧 对 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呢 因为啊 2001年的时候 北京故宫搞一次百床打散比赛 对 那那个北京故宫都没有吗 现在故宫还是没有的 对对对对对 连故宫都没有的东西 我估计这皇帝也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 我这点长度没有这个漂亮 对对对对对 看见也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工匠雕了多少年了 七年时间 多少个工匠雕七年 五个 五个工匠雕七年 我的个妈呀 那时候 花多少钱 光手艺费这个都是天价了 天文数字了 你不是说这个工医前的 光是供木匠吃饭就吃了七年 哎呀 妈呀 这这这花多少钱 你看 中间成分形那一块 你看 它是用一块金丝栏木板 从一个平面 往里头雕了五层花纹进去 我看 栏就栏 这是从一个平面雕的 它不是从正翻两个面雕的 对对对 你看 最里面错综复杂 有的地方就像针一样的细 一不小心就会搞断的 哦 本身这个金丝栏木 它就属于一种软木 很容易断的 能够达到这种手艺啊 留不起了 确实确实 这个工艺是相当可怕的 而且听说这个工艺 现在已经失传了是吧 失传了 这是你们就是苗族的工匠的工艺是吗 对对对 这苗族的手工艺匠人这么厉害 而且这个床的这个设计呢 它也是按照苗族风格设计的 苗族风格 我看 让我先说一下 我感觉像一个苗族女人戴的帽子 是不是 对对对 我看着这个造型就非常的像嘛 对对对 看来我又踩对 我总是能踩对 而且呢 你看中间那一块 它里面还藏着两个动物 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看你看一下 看得清楚是什么动物没有 让我看一下 我只看见两只喜鹊 最里面是麒麟和凤凰 麒麟凤凰 哦 又在里面 太复杂了 看不清楚 又加上灯光昏了 这个现在就是拿这个玻璃照 照起来了是吧 对对 为了保护它 这个整个上面表面 涂的全部是黄金是吧 对 全部是黄金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玻璃不照的话 它会不会氧化 不会不会 不会氧化 就像这玻璃也没有安装多久 才安装一两年 哦 对对 但是这个金丝楠木 应该也是很怕潮湿的是吧 不怕 不怕潮湿 它埋在地里千年不服的 哦 这玩意儿真是 太强大了 真是 好了 今天咱们采访就到此为止了